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欢迎热烈剧组的主创 欢迎导演大鹏 总制片人陈芷希 以及领衔主演王一博 热烈的不是青春 是我们 其实这部影片 我们也看到作为 第25届上海国际电影节 闭幕影片 也在金爵奖的颁奖圣典上放映了 并且呢 已经定档在7月28号 暑期档和观众见面了 这个夏天 让我们一起期待电影热烈 昨天其实在微博上 也看到了一个话题 说看到大鹏王一博复刻9年前的照片 我觉得这个9年 对于他们两个来说 都非常的宝贵和真挚 因为9年的时间 无论是大鹏导演还是一博 真的是在用行动 践行着自己追梦人的身份 没错 也是印证了那句话 就是一直努力就会成功 好 欢迎热烈剧组 来到微博电影之夜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鹏导演 大家好 我是大鹏 大家好 我是一博 大家好 我是陈芷熙 其实昨天的时候 刚刚说到了 在微博上看到了话题 9年前的复刻 非常有感触 看到网友们的回应了吗 看了 我经常会送我自己的名字 经常会送自己的名字 此时此刻 我觉得特别想替一博的影迷 给他送一句话 因为我看到一句评论 非常的感动 说九年的时间 少年回头看 青州已过万重山 我觉得在热烈这部作品当中 一博饰演的那个角色 其实也书写了 非常热烈的青春 一博再给大家推荐一下 热烈这部影片 和自己的角色 好不好 希望大家熟悉都能去看热烈 谢谢 没错 其实很多网友也说 这个一博在其中饰演 抱歉 七月二十八 七月二十八号上映的热烈 一定要走进电影院 其实也想问问一博 就是说 其实好多网友说 你在这部影片当中的扮演 是追梦少年 所以不知道在塑造人物的时候 有没有和你本身性格相似的地方 偶尔会有吧 就是对于梦想的执着 对不对 当然也想问问我们的这部影片的 大家长陈芷 来给我们推荐一下这部影片 热恋呢 就很多朋友 那天我和大哥还在聊 说以为是一个歌舞片 或者是一个运动的体育类型的片子 其实完全不是 街舞就像我们在当中 就像每一个演员的 这个角色的职业一样 可能你是律师 可能你是医生 但是在这个里面 你只是跳街舞 但是这部电影 其实是讲了一个非常热血 青春燃 这样的一部喜剧电影 我觉得这部影片当中 注客了非常多年轻少年的青春 而那些吃苦也是享乐般的日子 就是最热烈的日子 所以我觉得荧幕上的所有人 尽情地热烈 观众尽管期待热烈 让媒体影院见 在这里补充一下 不仅是少年追梦 少年圆梦 同时这里面有一个街舞老炮 就是黄博 博哥在里面奉献了非常精彩的表演 我们这个电影里面有双博 那么大博和小博在一起 他们标戏的时候 小博特别突出 当然大博和小博在一起标舞的时候 大博也没有再怕的 所以呢这是第一次面对媒体 向大家透露 在我们的热烈当中 黄博也会跳舞 而且非常精彩 我们一起期待双博组阁 在荧幕上给大家带来的精彩 好吗 希望大家都去影院支持热烈 谢谢 再次欢迎各位来到微博的影职业 请那场休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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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